無浪化炎嚴重的話就是會脫髮 所以今天不如教大家三個方法 怎樣可以洗乾淨你頭上的產品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 Azaaf 歡迎收看Ricky Azaaf 超有符 網上大家經常看我的髮型教學片 所以GEL頭對大家來說應該是沒有難度的 但是大家GEL頭多 有沒有留意怎樣可以洗乾淨你的頭髮呢? 你知道的啦 洗不乾淨的頭髮就會令到你無浪化炎 無浪化炎嚴重的話就是會脫髮 所以今天不如教大家三個方法 怎樣可以洗乾淨你頭上的產品 男生用的髮型產品有很多種 打下噴霧 泥 gel 蠟 甚至是 hair spray 等等的產品 你知道GEL頭髮後我們都是要洗的 很多時候男生都會跟我說 我用平時的三頭髮是完全洗不走頭上的髮型產品 摸上去的頭髮仍然有些泥 覺得頭髮很黏很髒甚至很油 原因是因為你未選適你的洗頭水 第一個方法就是適合洗頭水 我市面上找到這支Ridev Sassoon的活性碳洗頭水 它本身可以做到深層清潔 第二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碳的成分 碳的成分它本身吸力很強 可以把你的頭髮上面的造型產品 又或者毛囊的造型產品 都可以吸走和看得久 第二 用手指頭的肉去洗 千萬不要用指甲 我們可以把洗頭水在頭上揉勻 先把洗頭上揉勻 然後在頭上揉勻之後 最重要是我們要揉勻兩邊的位置 接著我們可以揉勻後面 最後整個頭髮洗完之後 我們記得要揉勻前面髮根的位置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用 hair product 例如噴 hair spray等等 都會噴到你額頭的位置 所以記得要揉勻久一點 怎樣會覺得把頭髮洗完之後覺得很乾淨呢 就是洗完頭髮抹乾淨之後 然後可以用手指從髮根的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 然後拉到髮尾位置 你會感覺到那條頭髮很順滑 很沒有一層東西在那裡 那個感覺就是最乾淨的頭髮 第二個方法就是一些秘技 一個古老一點的方法 就是我們平時做化妝的時候 都會噴很多 hair spray 髮泥等等 在模特兒上面或者自己上面 然後你就會覺得整個頭髮很硬 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呢 就會先用護髮素 護髮素呢 它可以把我們的髮泥 hair gel等等 就和護髮素混合了 就令到整把頭髮上面 都有護髮素 和 gel等等的混合 然後下一步呢 我們就會拿一支洗頭水去洗頭 那你就可以很有效地 將所有的污垢 泥 hair spray等等 都一次過洗得走 然後最後你可以拿回護髮素 這個方法呢 我們就會洗濕頭髮之後 就直接把大量的護髮素 塗在頭上 然後均勻每一個位置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沖水了 沖完水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可以拿這個洗頭水 在上面再洗多一次頭 然後用洗頭水洗完之後呢 記住都是可以用護髮素 再做多一次護髮的 不過這個方法呢 比較適用於一些比較薄的泥 一些很容易遇水會溶的 hair gel 等等的產品 可以洗得走的 但是真正你想做到深層清潔的話呢 可以用剛才那支洗頭水的 第三樣呢 就是講究一點的了 我們做多一點 hair mask 這一款的 hair mask 它本身是做一個深層清潔的 hair mask 它最主要裡面呢 就有可憐的成份 可以在頭皮上面呢 做到一個磨砂的效果 將你毛囊 或者頭髮裡面的污垢呢 都可以清掉的喔 在你洗乾淨整把頭髮 濕的狀況底下 可以用毛巾抹乾一點 那就可以在頭髮的髮筋位置 慢慢一路支一路向後的喔 那然後呢 分大約四至五條介道 那同樣地整個頭呢 你都會感覺到有很多海鹽在那裡 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擦的了 那我們擦呢 記得都是用手指的手指頭肉啦 然後呢 除了擦頭頂的位置之外 你也可以擦在旁邊兩邊 後面和前面的髮筋位置 擦好之後呢 再等多五分鐘 然後過水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法呢 就需要花多點時間做的 平日一個星期呢 做一至兩次呢 就差不多了 不過呢 如果你不想搞那麼多東西的話呢 最簡單就是 買回一至適合的水就可以了 為什麼會有機會脫髮呢 就是因為呢 那些很硬身的gel 又或者一些髮泥呢 它聚積了在髮筋和毛囊的位置 經過日曬雨淋啊 頭油啊 污染物啊 等等呢 它就在毛囊裡面聚積 那有機會容易發炎的話呢 脫髮的機會也非常之多 那所以 洗乾淨你的毛囊和你的頭髮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記得 除了洗乾淨你的頭髮之外呢 一定要做好你的頭髮清潔啊 好啦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頭髮的問題想問的話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最後要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和Youtube再見 拜拜